12月7日,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,据报道,美国商务部长吉娜·雷蒙多 近日在年度国防论坛上表示 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并呼吁采取措施,限制中国获取半导体和尖端技术 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中方多次指出,美方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对华滥用出口管制,限制双向投资等措施 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这些措施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壮大 只会让美国企业失去中国的市场 损害自身的利益 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相关措施的动向和影响 坚决维护自身权益